那我们刚刚主要就是把那个lookup这个旁边的这个查询 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工作标做查询 那分别用lookup跟vlook数 还有刚刚的index 可以用可以查到你要的资料 也就是上面有个下拉清单 当我选了其中一个它底下的资料 会自动帮我把它从我这边的资料带过来 比如说找哪一个人的名字005好了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其他资料带过来 那当然再来还有就是offset offset跟像indirect其实这都还蛮重要的 那接下来的话offset怎么做 其实offset的顾名思义 就是说呢 它需要有几个概念 首先第一个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由于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超乱函数里面 减事与参照开头的offset这边 它基本上会有总共会有五个参数了 不过这五个参数啊 其实这个什么高跟宽 实际上呢 基本上不用设定了 你也什么也不太需要说带回来资料 它顺便带回来怎么宽跟高 所以基本上下面这两个参数 你可以不用理会它 主要是一个reference跟那个row跟color 意思是说今天请问一下 你要找资料 那你请告诉我一个基准点 那什么叫基准点 就是说我希望查询的资料 是以哪个地方当基准点 那以哪个地方当基准点会是最好的 那可能你要动动脑筋的 因为这offset很好用 可是呢 如果你基准点放的对 它其实很快的你结果就做 但是你基准点放错了 可能你后续会很麻烦 它会一直找不到资料 或者是你可能公式 怎么带都带不出来 所以基本上呢 我觉得最好的位置 应该是放在编号这个位置 把它当基准 那offset的顾名思义 就是说呢 偏移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row偏移1的话 它就会帮你向下一 就是向下一 向下一的话 会抓到这一列 如果在column1 它就会向右 向右1 就抓到这个 它会帮你把吴博威这个资料给带回来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意思吧 反正你给它几篮几列 它就是正的是向下跟向右 如果负的话 刚好反方向 OK 所以它可以正也可以负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 以编号当基准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这个row可以用什么来当基准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可以从什么 查询编号 因为如果你001的话 带过来就是1 那1刚好就是向下一列 不就刚好是第一 刚好就是什么 抓到那个向下一列 刚好就是编号下面一列 OK 那再来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抓姓名 那姓名的话呢 就必须怎么样 因为它向下一列 那就是在编号那一列 所以是编号 那我要什么 向右一栏 有没有 所以向右一栏这个地方你可能输入1啦 那确定是不是我要的结果 吴博威没错 因为001里面 这个里面的资料 刚好就吴博威 有没有 那如果你今天当然 如果你今天是把它改成002 张显阳 张显阳 有没有 002它就是12刚好跳两个 然后再一栏 那如果总销量不就是 一栏 这个两栏 三栏四栏 所以基本上 在offset旁边的 但这个地方是1234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1234的话 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用RAW这个函数啦 RAW的话呢怎么样 预设是3 因为现在在第三列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RAW 减掉2 Enter 不就是会产生1234 那如果你把RAW-2怎么样 再把它放到 再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这个张显阳 这个地方 把它盖过去 RAW-2 特别最后一样 我刚刚特别强调 这个RAW-2跟 跟列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要产生1234而已 好OK 好打勾 再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 记得怎么样 把列给锁起来 因为我向下填满 这个不能动 所以C2的2锁起来 那 那个 位置 reference那个地方 也不能动 因为你这个固定 所以这个可能两个都锁 不过等一下还是要 只有向下填满 所以基本上也只要锁列就好了 OK 好 按个打勾 向下填满 全部都出来 理论上这样应该 张显阳的资料 他应该这个资料 没错 其实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自动帮你带出资料 但是他的规则 实际上就是透过那个什么 offset 就是偏移 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到 其实就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也蛮好用的 他只是有点像帮你跳起列 跳起来 去抓到某一个范围的资料 OK 那这个是offset的部分 最后还有一个也还蛮重要 工作上用到的机率还蛮高 可是在这里用 可能会用的蛮辛苦的 叫in the red in the red 各位应该有听过吧 应该有用过吧 哦 比较少 OK in the red 那你想说in the red 在这里要什么用 其实他的概念是这样 in the red 他比较像是index 可是index是抓的是什么 一个range 这个range是你指定出来 可是in the red 是什么 你给他的 比如说我插入一个函数 我今天要抓的是003 假设我今天要抓的是 比如说00 抓的我看这个地方 现在的003 假设001好了 那我要抓的是001的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呢 他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一个实体位置 是这个工作表里面的b3位置 所以将来呢 如果你要index的话呢 直接这个地方哦 有没有放这里 插入函数 可以找到叫index 这个函数呢 按确定之后 他会两个参数 反而更简 就是他的参数量不多了 可是你要给正确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哦 我要抓的姓名的位置 假如我知道他在b3 那我要怎么指向给他 那个b3的位置 一先切到lookup 第二的话呢 请你指到那个b3 OK 这个时候呢 a1这个地方可以省略 就是其实主要是 这个 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OK 但是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 会怎么样呢 他会帮我带出来资料呢 诶 你会发现的 他会给我一个什么 错误 而且是一个仅 REF REF通常是参照错误啦 就是reference 那个error的意思哦 那 其实为什么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 跟index的这个函数啊 他设计上面 怪有一点小bug啦 怎么说 因为理论上你直接按确定 好像蛮直觉的 可是啊 其他的函数都会帮你做一件事 比如说你输入完啊 他会直接在帮你前面 像那个if 前后会帮你加双一号 但是index 他不会帮你加双一号 所以 也就因为这样子 就造成错误了 也就index 你指向给他一个位置哦 前后一定要是双一号 才是一个文字哦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index 没有自动帮你加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 哎 有没有 Uberway就出来了 可是 我为什么知道是 那个Uberway 是因为我预先看的 那怎么 那当然未来你可能想说 老师不对啊 那我如果向下 我希望可以让他自动带过来的话 这边你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 B怎么样 要把它改成什么 下一栏就C嘛 B要变成C C要C BCDE 哎 有没有办法 自动变哦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3 这个3怎么来的 不过这个比较好解决 你可以从查询编号 已经有1 1再加上2就可以了 后面这个B3嘛 那因为我将来要查的资料 其实都是在第三列 OK 所以其实只要把什么编号加2就可以了 那比较麻烦的是把B改成C 改成D 改成E 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解决的话 哎 这个用Inderage的问题也解决 但是哦 B要怎么改成C D D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如何变呢 不过难 后来我想一下 哎对其实内码里面 我们可以取的内码 那内码实际上它 在ASCII code里面哦 B的位置刚好就66 然后C6667 6869 刚好我可以用ASCII code的位置 怎么样 它也是个数字啊 那来增加就好了 不过这个可能哦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Offset的下面哦 这边有一个ASCII code内码表 那ASCII code内码表实际上在电脑内码 制定大写B的位置是66 CDE有没有 66到69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 哎用那个 第一个知道内码 第二个用那个有一个函数 可以自动帮我怎么样 给它一个内码的位置 再帮我产生那个 那个字哦 不过可能有些同学已经 这个地方会觉得 已经超过你们的呢 不过很多地方就是要 尤其是要用Indirect 你如果不懂这方法 做不出来 好OK 所以怎么办 如果你实在会 那这里我想 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把Offset先完成 然后也想想看 其实答案这边都有了 其实就是第一个问题 可以怎么样呢 用63来加RAW的位置 变出66 再用CHAR这个函数 它就会CHAR意思是 自动帮你产生 你要的那个内码的位置 转换成你现在 那个字圆 它帮你把位置转成字圆 然后呢 再串接它的位置 就可以把那个你要的东西 你要的位置把它做出来 所以也许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两个函数 第一个是Offset 第二个函数是Indirect 试试看 那这些函数基本上 当然你想说 到底用不用得到 还是一回事 如果说真的 你至少会多一种 你就多一种 能力可以解决 你要的查询资料的问题 问题 你好